我现在啊在这个马来西亚中部中北部我的人是金马轮高原上边 哦这里住宿真的好贵啊 刚才那个露营地 它一个人价格是60马币 这个人民币要90块钱 然后我还没天幕 我就离开了 得亏我一搜 哎呦这边还有一家青年旅社 这个便宜 这个人民币大概一个床位六七十块钱 刚好住得起 先进去安顿下来 哎哦就在这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father's guesthouse 摩托车停这里 要脱鞋子 这有些地方比较干净一点 嗨你好 嗨你好 你会有一个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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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三十五块钱 他这里主要是去看,你看那个照片都漂亮 明天我一定要去早上早一点,去看那个茶园 他这是自己,哦,这蛮干净的,领的被子 哇,挺不错的呀,这儿 哎呀,好干净啊 空气也好,哎呀,来对了 静置穿鞋,看到了 跟泰国一样,泰国很多地方也是静置穿鞋 这样他把这个房间打扫的超级干净 看一下 就一个,两个人,谢谢 我选择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需要自己铺一些 不行,我还是住上铺吧,这个下铺感觉好 下铺 也还行,还是住下铺吧 好了,我准备出去溜达溜达 东西我就没收拾 不着急,晚上再说 大哥,打个招呼 我在这录视频 你先上车,先上车 这是跟我同屋的一个大哥 也是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 走 那我们就去那个 叫什么 巴勒特 巴勒特 巴勒特塔园是吧 对 哦,脚踏是吧 哦,脚踏是吧 对 对 可以了吗 好,行 我俩到茶园去喝会儿茶 走 这边风景好 啊 这边风景好,凉快 哦,这里凉快 对 对 看多几个完全到了 对 哇,真的好多人啊 这 好多人啊 对 对 嗯 我口罩 我有,我有 我有口罩 对,我有口罩 这里需要买票吗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是吧 就喝茶 是吧 嗯 等一下我呢 我给你拿口罩啊 这是个老茶园 到这来啊 主要是来看茶园 我可能拍的没那么好 所以说大家 先那个 将就着看那个 人家拍的 哎 脑补一下画面 是不是 感觉 哎 从这里吗 哦 是在这里买茶叶是吧 哦 哦 可以可以可以 这边啊 都是这个 曾经英国人的这个茶园 啊 种植的几乎都是红茶 哈喽 啊 哪一个是特色红茶 你要有奶的吗 没奶 不要奶 不要你奶的 大哥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说 让他点 靠谱一点 OK 哇 两杯茶才 两杯茶才几块钱 好便宜啊 这个 对对对 哦 就在这领个茶是吧 这边来了一个老年团 导游都说的是中文 好有意思的 我发现在马来西亚真的是说中文就够了 真的 好 哦 你是那个加奶的是吧 对我加奶 很好 我们拿着过去吧 还是 拿着过去 拿着过去好多 对方便一点 哦 他要端一下 我不要谈 我不要谈 对我不要谈 好了 走 好大的茶园啊 真是验证了那一句 绿水金山 就是金山银山 是不是 你看 那坡上都是啊 这茶园好大 现在搞这个乡村旅游 景色确实不错 来尝一下这个正儿八经的 叫什么 马来西亚红茶 哦 都可以可以可以 你喜欢加牛奶的茶 对对 下次 奶茶 下一次我也喝加牛奶的 我们两个是一个一个一个寝室 一个寝室 刚聊了会儿天 这边这边好多印尼人是吧 我看这游客 这是当地马来人 哦 马来人 哦 就是这个穿着的 就当地马来人 我还有一个印尼人 反正他们穿的好像都差不多呀 印尼就是跟马来西亚人是没分别的 没分别的 他们的语言有一些不同 是吧 但是我估计两边人都能交流 都能 都能是吧 他们说的是一样的女人 不过他们的枪不一样 枪调不一样 哦 这样子 哦 警察员 谢谢 还有一个手环 嗯 三个人一个人啊 三个人一个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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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算门票了 不让飞无人机 我也没闹明白 按理说的话 这么好的风景啊 飞个无人机 是吧 宣传一下嘛 像这个都是采过了是吧 对 它这个采茶叶是人工采还是机 人工 应该是拿那个直接工具吧 应该是 嗯 这里要早上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他们采茶叶 哦 早上才能看得到 嗯 哎呀 这小孩 请勿采摘茶叶 违规者将被控告 警告 私人产业 嗯 最开始的时候呢 英国人跟中国的茶叶商人合作 倒过茶叶 最后发现这个茶叶是暴力 所以说呢 他就开始在他全世界的殖民地 都开辟各种茶叶 你看像这里 也是这么大面积的茶叶 是不是 因为马来西亚以前也是英国的殖民地 就下雨了呀 我俩冒着雨又赶了十几公里路 到镇子上来吃火锅 说这边啊 天气冷啊 适合吃火锅 我看到好多火锅店 这确实不错 哪一家 这家路口转过去里面就是 好好好 行 有个熟人 就这里啊 有个熟人推荐 哎呀 哦 好大的雨啊 那我们停哪车 停车停哪 我帮你看看 就这家什么金马轮有机蔬菜火锅 这是这里的特色 还真的是我们的 好了好了 哇 锅来了 谢谢谢谢 哇 菜来了 肉来了 它这个啊 是套餐的 就是你可以选素锅 猪肉锅 还有个什么锅 反正就三种锅 熏锅 熏锅 没搞懂呗 反正我们选了个猪肉锅 啊 它这里边是白菜 是干嘛 反正打的底 这正二八景的炭火 它当地人这个流行量的吃火锅 炭火锅 得亏认识你 不然我这一顿我还都不知道 这正二八景的是 就是这金马轮这个高原上的这个吃饭的特色 这个是有机蔬菜 嗯 而且就这一家是有机的 来加一些丸子 豆腐 海鲜豆腐 哦可以可以 你看我们这一个套餐 这是猪肉 这中间是鸡肉 这边是虾 哎呀 这小伙伴吃上 外面下着雨 是吧 多滋润呢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烫 就是 我把两个酱汇一起了 就会看到这个 它响起来 原来是这样 真少人用 呵呵呵 我不是正宗的四川汁吗 我还想搞点蒜泥的 老板说没有蒜泥 嗯 呵呵呵 嗯 嗯 鱼丸 嗯 它那个 这是豆腐是吧 这个是豆皮 豆皮 豆皮是吧 这个早就熟了 豆皮 这个是啥 这是丸子 应该也熟了 这是蟹肉丸子 蟹肉丸子 对 哎 先来两下子 看一下啊 我们点了一壶菊花茶 嗯 先吃一下这个豆皮 精彩 哦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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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敬您一个茶 啊 认识你是非常的运气 没事 这 没什么 对 因为因为 他也是一个人旅行 我也是一个人 如果说不认识他的话 我今天这顿有可能是印度餐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因为你 我肯定就不知道这样的地方 或者正宗的 是吧 这一代 大哥说很多店都是 那个 电磁炉的 就这家是炭炉 为什么呢 发到视频上 你看 你看你们看我视频 倒是有福了 是吧 看一下这个 这个猪肉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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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这高原上 天气冷啊 嗯 动不动下雨 嗯 吃火锅真爽 因为这个火烤起来好舒服 是吧 刚才 对啊 刚才我俩是冒着雨走 要不是这顿火锅有这么坚定的信念 早就掉头了 呵呵呵 十几公里路呢 就冲这顿火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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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们现在就像青菜豆腐 还有些虾 刚才大哥聊天 大哥都知道我们 基建狂魔的称号 因为你是八年前去的中国 你现在在去翻天覆地 首先这个高铁我刚才会讲的 几乎是通全国了 但是还有机会想到自驾穿葬 你再晚一点去 穿葬应该 反正是现在可以坐火车去西萨 然后等到 我估计再过几年 可以从成都直接坐高铁去拉萨 现在这条线正在修 我估计你要是去的话也是明年了 你要等中国 就开放了呀 开放了就 对呀 大哥你以前是在 在中国哪些城市工作 工作过 是 差不多 出差是吧 出差 出差 就是大城市吗 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北上广州 北上广州我觉得最没意思 出差嘛 你最单单是 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没去玩 我只是出差吧 出差 下次去就去玩一下 去玩 因为那时候我去工作 大哥还说最想去丽江 我朋友跟我说立江好 人家游走哥叫再也不去立江 你听一下 去一次我还没去过 所以我要去一次 这是真的在坑店 两个人消费67块钱 这是50 60 好了 70 不用找了没事 他这个钱啊 这你看这一摞子都是块块子 他这块块子 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好了 走了走了 OK 吃饱了 我俩也回去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我不想再也能够看到日出嘛 对 多亏你了 现在是6点35分 我脸都没写 就是竖了个口 这是我昨天 我们在我们客栈一块 认识的大哥 他有个车 我俩现在是 天黑着开车去那个 就是本地最大的茶园 是吧 看看是 去看一下日出 能不能看到是一回事 反正过去了 住在这山里啊 是真的冷啊 晚上那个被子一定要盖 盖透一点 不然会感冒 他这边晚上 应该有个1617度的样子 我感觉不迟啊 可能只有15度 显示的那样显示的 大概16度左右 反正是真的冷 早上是 真凉快 是真安静啊 这方向盘 在右边的车 哎呦 好像啊 应该是 不断 不加 不加 它半生呢 哦 OK 不赖 啥 啥 啥意思啊 他这里8点半才开 我们现在还不能进去 那我们还是去跟刚那个欧洲老外一样的 站到那个高处就可以了 到一群欧洲老外就在那边等日出呢 现在是6点57嘛 在网上查到的信息是 这里7点11分 日出 哇哦 这漫山遍野都是茶呀 我们现在就在等太阳出来 这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家 别乱不留 去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开了开了 要给劲 好了我们要喝清晨的第一杯茶 谢谢 这个茶叶叫什么 Boh Boh H 你这上面是红色的是什么 拖车的标志是吧 如果你车坏了还什么 他就打这个电话去 那就相当于是保险公司 这个是我们的 那个 就是上保险的 上保险的铁队 他这个房子是蛮有特色的 这个房子是他们的员工 员工宿舍 员工宿舍 他不把这个说是场地搞停转 他是因这个地势而建的 嗯 嗯 都姿起来的 看来是木头的 这是茶园 这个茶园好大呀 这开车走了这么久 到了在前面 在前面就看到 他的停车场就行了 这个就是 英国人的这种茶园 现在的业主是 马来西亚人还是英国人 马来西亚人吧 印度人吧 因为他们早期的员工 全部都是印度人 对 我跟那个 跟那个 在非洲有些茶园是一样的 英国人走了以后 把产业就留给印度人了 对 这么多数是留给印度人 我看难怪那个萌卫啊 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全是印度人 对 对 这个停车场非常大 不要担心 停不下 停上两三百辆车 都不止哦 这边还有停车场 嗯 我们现在 从这边路绕上去 绕到那边 那个山坡上 还有个专门的一个喝茶的地儿 哦 这个茶园的名字啊 我们现在 从那个台阶一点点的上去 这边有一个专门喝茶的一个 瞭望的一个地儿 专门可以看茶山 专门修出来供游客喝茶的 挺好的 这里啊是不要门票的啊 是免费进来 你可能想一享受的话 就在那点上一杯茶 价格肯定也不会太贵 很舒服 尤其是早上来 多少钱 4块钱 4块钱 哎呀人民币6块 哈哈哈 这真的是良心价了 看了这车是不是 接到这个茶园来 这茶园非常大 你看看 喝上一杯茶 Bow Tea Center 从这里 我们应该是 今天第一批 哇这边还有停泊茶 Hello 早上 早上 排队买茶 在这里啊 还有一些点心 还有面包 蛋糕 什么的 价格还行 也不太贵 我看他这边的单子 确实是 一杯茶也就是 4块钱左右吧 排队 我就想到 拿上一杯茶到外面去 是吧 嗯 嗯 这个这个 茶和蛋挞吗 蛋挞两个 两个两个 你吃的香肠是吧 香肠我不要了 我就吃蛋挞 蛋挞 蛋挞两个 我吃两个蛋挞 两个蛋挞 对 他这人要提前的要写单子 把单子交给这个营业员 嗯 嗯 营业员就去给你配菜 好丰盛啊 这个 一共是 34块钱 OK OK 看到吗 他这4块 OK OK 20就好了 这是我们的茶 一杯奶茶 一杯红茶 就在这里吗 可以 可以 挺好的 哎呀 非常有感觉 你的奶茶 你要加糖 哦 不加糖 我也不加糖 先去感受一下这个 哇 早上冷 喝点热茶 再上一个蛋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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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一杯茶 再过来看看景 远处啊 可以看到工人 在那边采茶呢 这里还有一个印度的小神庙 啊 看来这个 他这边很多员工 确实是都是 印度人 啊 我们现在 准备 回去了 好了 我俩啊 到了一个 哎呦 这个电脑 大哥带我来 这边有一家店 说是 卖什么 日本那种品种的哈密瓜 都是非常甜 我们来吃一下 你要是不带我来 我哪找这道事了去 那家店 就那家店 哎呀 以前那家大哥 我真的是 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的 这也是 蔬菜 有些是瓜果吗 是吧 哇 就是这种包装的 感觉一副吃不起的样子 哈密瓜在哪 早安 早上好 哦 哦 就这种啊 这就是日本的品种 在这边种的 这个按公斤卖吗 一公斤多少钱 一公斤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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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大概一粒多少 多少 一点多左右 我们买上一个茶 没事没事没事 啊 哦 这还有这种草莓 日本的草莓 这个草莓 这是刚摘的是吧 感觉好新鲜 四十八一盒 对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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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爷再见 十二颗草莓 如果是这一颗的话 是一点八 一点八 一点八 这和人民 这和马币多少钱 马币 五十六块钱 五十六块钱 我们挑一个 1.5公斤的 四十六块钱 好了就买这个 就买这个 就买这个 就是 他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买这个 他现场要必须打开是吧 对 必须 保证质量是吧 他先打吧 他就说 不是说是我们买过鱼以后 可能那些质量不好 这个萝卜怎么看的 这个价格 五块钱 五块钱 四百到六百 就是一根 一根就是五块钱 这个还是吃得起啊 这个不太贵 这个不太贵 不太贵 你看这个草莓 我们看到吗 十二个草莓 四十八 小一点 对 这是啥家庭啊 这个 这个 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 这个辣椒 六块钱 一百克 这个辣椒是非常辣的这种吗 好 好 好 行行行 可以 打开的状态 看起来也很好 来来来 买单 谢谢啊 不好意思 挺好挺好 第一次见 买瓜必须要先切开 保证这里边的质量 对 然后再带走 就是这个 这个是比较香是吧 这个也是甜的 也甜 对也甜 要看这里边这个颜色是吧 白色 还有白色 青色 青色的 这个是 这个是 纯肉的 纯肉的 行行行 学习了一下 学习了一下 这种哈密瓜 要是说到日本去 我估计身家得再翻个两番吧 是不是啊 好 先走了啊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啊 我们现在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等一会儿 睡一觉起来 然后吃上一个哈密瓜 太早了 主要是起了太早了 六点多就起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哈 哼 这个瓜倒是很香 价格也美丽 45块钱 我跟大哥一人一半直接拿勺子瓦着吃 可是这是日本的品种 到这个马来西亚种 最后应该是出口吧 它的颜色非常不错 味道闻起来特别的香 就是隔老远放在那儿 哇 就让我现在形容啊 就是这70块钱花的值 其实人民币花的值 就这个瓜 这个瓜真的是 放到这个嘴里这么大一块 你整个口腔都是香的 闻起来香 哇 这个真的好香 又甜又香 它那瞬间呢 把你的口腔 味蕾打开 真的 嗯 真的好香 现在吃到肚子里感觉肚子都香了 嗯 也多亏你啊 不然还真的错过了这个美食 美食 这个真的好吃 大家有机会来尝一下 嗯 嗯 嗯 现在我哈气都应该是香的 呵呵 嗯 超香 就跟 感觉跟嘴里喷香水一样的香 嗯 真的不骗你们 我一般 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这个真的就跟嘴里喷的香水一样 哈密瓜味的香水 嗯 吃完以后我跟大家出去 所以 说 这里还有一种什么白色的玉米 我们在街上看见了 够好去买 说那个直接可以生吃 这瓜会是贵一点 吃 嗯 也就卡里面一个千二八百万的 不然天天来一颗 呵呵 嗯 好 嗯 我在瓜 吃过最好的 瓜就是这个了 超香 这瓜不能浪费 把最大限度的 把这个肉吃完 这个瓜 我整体的评价一下 它是属于 超香的品种 嗯 没有超甜 甜的话 赶我们新疆的那个 顶级的哈密瓜 我也吃过 可能 差没丢丢 但是这个是真香 这个是太香了 吃这个瓜就跟嘴里喷香水 一样的感觉 啊 我跟大哥刚才商量了一下 明天早上他十点钟 他开车去医保 我大概十点钟 骑摩托去医保 我们两个中午在医保见 吃个中午饭 他在医保要玩两天 我然后我下午就去冰城 过两天我们两个一块 在一个那个 一个 一个类似就是一个湖里头 湖中间的一个岛 是吧 我们在那儿相聚 他说 那个地方好玩 那边是更偏 就更偏僻一点 我骑车过去 他开车过去 我们在那儿组队玩 像是在一个古中的岛 对 一个山谷中的一个湖 湖中有个岛 哇 你说这多美一事儿 是不是 只要不下雨 对 这瓜吃完没毛病了 对 直到吃到绿皮了 考虑到要下雨 我们两个还是开车出去 应该不会堵车吧 这两天是马来人的假期 所以说景区哪都堵 我先找上一个银行 取上一点现金 银链应该可以使用吧 银链没关系 如果不是这间另外一家 它这个直接有中文 这又是啥呀 这都有 除去或取算 假如说取1000马币 就是10马币吧 100马 1000马币是吧 这都可以用英文 对吧 成功了 很方便 OK 一千三千 搞定 马来西亚银行 这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银行 就这家 就可以直接用银联卡取钱了 搞定了 它是比较方便的 很方便啊 不但说是银联卡也取 它连中文的操作界面 对啊 对啊 很方便 说这个银 你们办这个银行的银行卡 连微信都可以绑定是吧 对 只有这家能办的 就是 办了他的银行卡 用可以绑定微信 收红包什么的 对 那倒是方便华人了 哇 哇 这里不愧是 马来人的度假圣地 这个堵得太夸张了吧 是堵车的 对啊 就在这排队 所以我希望我们吃完东西才不要堵 那就好了 对啊 一条道上 一条道下 就这样子 慢慢等吧 不着急 早知道要骑我的小摩托来了 早都到了 都走了一个来回了 对 摩托车还是方便 这里骑电单车是最方便 对 你开车的话你要小心就是堵车 你看摩托车走了就 终于是堵进城了 小霸王火锅烧烤 金刚烤鱼烧鱼 对 这边中餐也很多 这里是中餐比较多的 对啊 瓦宝肉骨茶 和平小食店 这个维祭港式烧辣 我们就吃这吧 是吧 找个车位去 对找个车位去 港式烧辣 杨过炒果条 杨过 我还小龙女呢 就在这里吧 吃这个港式烧辣 烧鸡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或者卤肉饭也可以 酱油鸡面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走走走 进进进 来来来来 两位两位吃饭 两个 两个 要不我来上一个卤肉饭 哎 烧辣 我还是吃烧鸡 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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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两个演了点有意思的吃的 谢谢 谢谢 这个是咖喱山猪肉 咖喱山猪肉 山里那个猪 对 这是野猪 野猪 哦 这是有鸟鸡 那个 这个 对 尝一下 尝一下 它的肉质跟猪肉有分别 稍微有点取决 野猪肉就是 来我们烫了个青菜 你的汤 烫到这里 先尝一下这个野猪肉 嗯 这个是 这个有意思 你看 这里有鸡爪 还有猪肉 然后 卤肉 这还有猪肚 对不对 它是 一个拼牌 卤肉拼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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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好了 哎呀 吃了饭 我想选了一条 不堵车的路 跑到这底下 有一个 湖泊 这是 金马轮高原湖 这里的海拔 差不多有个 一千米 这金马高原 这边都是个一千多米啊 最高那边有一个山峰 有个两千米 这个湖确实 水有点浅 再加上也不太清澈 呵呵呵呵 那 那边有一个比较高端的酒店 以前英国人盖的酒店 英国风格的 蛮老的一个酒店 回去 回去了 就这种 英式风格的这种酒店 是吧 古老古老一点 但是贼贵啊 一晚上一千多人民币呢 再见吧 天下又晴了 唉 我刚才回来啊 好 感觉 魂都没有了 必须要赶紧的睡觉 哦 这一觉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 好了 我又干一件人生大事 找上一个洗衣店 再把这个衣服洗吧 这要于天天晒雨啊 我衣服都脏了 我把这个包也洗了 需要一个小时吧 8点 8点10里 在这里睡觉觉得太舒服了 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这边啊 真的是有钱人 都搞上一个 洛湖老卫市 开一开 啊 这个下个雨 这个天气真的好漂亮 我走路过去就好了 一百九十米 就是取钱嘛 这家银行 还记得吗 马来西亚银行 啊 这边 只有一家 干洗 这是烘干的 就是洗衣机 这边还好 还有价格 呃 这里面是6块钱 干洗 哦 干洗15块钱 那差不多洗一下 就是要15块钱左右 这应该是换硬币的 他现在放10块钱进去吗 他这是用15匙 啊哈 我现在搞到了4个干杯 嗯 嗯 这个应该是啊 还在洗 还有5分钟 嗯 等一会儿不错 我把这个包也丢进去 好 这样放多少个 5个 5个 1 哎 我这里是在哪里放啊 哦这下边是 7号是吧 嗯 我放6个是吧 啊 1 2 3 再加上一点这个行叶 对 我这个就可以开始了吗 哎 这啥意思啊这个 哦 选温度吗 嗯 30分钟就可以了吧 OK 好了好了 我的衣服 全部烘干 哇 哇好烫好烫 把这儿一下 先不叠了 有没有装回去 哦 这个感觉太棒了 现在全天放下都干净了 明天我要出发去槟城 那个大哥也要去去 去医保 我们两个约的一块吃顿饭应该 刚好一包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嗨 嗨大家好 我是鞋底 早上收拾好了 准备退房 继续出发 哎呀我这个绳子啊 它是一根长一根短 哎呀 这也是尴尬 打包的时候长的那根很容易 短的这根就感觉很潦草了 哎呀就这样子绑一下行了 来一次一次 那个大哥他 早上走的比我早 因为他是开车的嘛容易堵车 今天是周末 而我也不怕堵车 他先去医保朋友家 我到他朋友那儿 我们中午一块吃饭 然后我再去冰城 擦一下 我来的时候呢走的是上面这条路 山比较多 我回去的时候打算走冷利这边 大概多了二十公里了 不一样的风景嘛 也去冷利那边绕一圈看一下 一百一十二公里 回去了 希望不要下雨啊 不过下雨咱也不怕 找地方躲雨或者是雨批就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 那大哥要提早走哎 因为今天是周末 这边真的是很堵车的 路又窄 一个跟一个的 我估计 说不定我都能超越他 我先到医保 这里堵主要原因是这里有一个老茶园 第一天我到这的时候 那个大哥带我来过这儿 喝个茶也不贵几块钱 但是要下这个茶园 还要交三块钱门票 马来西亚整体的这些门票都不是很贵 就是几块钱的事啊 超过五块 算我的 摩托车还蛮多的 到了冷利了 车车子没油啊 这刚好一进城就看到一个加油站 赶紧的油压满 我这加一次油也是不容易 还得把包写下来 这边油便宜得很 人民币就三块钱 他们这边的一身油是 两块零五 这盒人民币就三块钱 马来西亚油是真便宜 像我这个车加满也就是 五六块钱吧 一二三四五六 谢谢 我们这个车 六块钱加满 你看 是不是有点多了这个感觉 嗯 这是什么成体 OK Thank you 哇 这个是提神开胃的 买瓶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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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做发财 我要零で 我可以发财 快去打拉倍 好了好了 这里就是冷利一个小镇 也在高原上 我现在是一路下坡 我估计 我看差不多还有100公里 40公里才改道 看这印度的神庙 看到了吗 因为印度人 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 印度人也迁徙到了全世界 哪里都有印度人 Man he's on the mountain And down night through his line Man he's on the mountain I was never in with my life Reckon this time tomorrow Reckon where I'll be Handing for a reason I've been in Tennessee And I only had time to leave And I only had time to leave And I only had time to leave Oh boy you're bound to die And I only had time to leave And I only had time to leave And I only had time to leave Oh boy you're bound to die And I only had time to leave And I only had time to leave It took me from the car And the car on the car And I also had time to leave And I was a good man And she's going to leave And she had time to leave And I was standing there And I stayed there And I競orted 然后一起吃中午饭 他在那边我去吃伊宝特色美食 什么芽菜鸡 这里看一下 伊宝这个城市 50%都是华人 这城市建设的还挺不错的 干干净净的 绿花做的也非常好 也是 四天前 在这住了两天 然后再上了山 今天呢还要准备去槟城的 先去找大哥吃饭 他朋友在这边开了一家青年旅社 他这两天就住这 在这 我发的位置就在这了 就这家青年旅社 在这个院子里 一家青年旅社 诶 这个这是哪一部 哪一部电影来着 小动物 小妖怪应该是 那走现在去吃饭吗 走 走路还是走路就可以了 好好行行行走 走路方便一点 走 你是到了多久了 11点多到啊 那我比你晚一个多小时 没事 我走的是冷立那条路 冷立那条路 远一点 远一点 但是不用上下坡啊 我就一路下坡 40多公里下坡 然后平路就过来了 你有看到那个瀑布吗 没注意 哈哈哈哈 没注意 这是新开发的 这个就是老街 马来西亚老师风格的建筑 这家煎饼是吧 这家煎饼是吧 馅饼 馅饼 人排队 哦 老字号啊 这个是 我们先去吃这个什么 芽菜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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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边还有一个叫盐鸡 也是比较出名的这个菜 霹雳 慧州会馆 哦 我刚才看到广东会馆了 这两个会馆 对 华人开会馆 这是在海外的一个特色 能缓解起来嘛 那还有霹雳慈善舍 这个有点老了对 感觉有个百分年一时 这边是个本地大哥 不然的话我都找不到 这哪有什么好吃的 没在这里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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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梁芽菜鸡沙河粉 这也是家老店 大哥说我们今天不吃老梁 吃老黄的 老黄家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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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河粉 哇 我的妈呀 这么多粉 正好是饭点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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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与你一样 就与你 完了 OK 好 等一下 好 这个芽菜鸡 是 单做就是一个人是吧 对对对 两位就是 两个人 半汁三味 三味我们点的三味是三十六块钱 再点一个 芽菜 然后再来一份这个 清汤河粉 这样吃 一般都是这样的吃 对 然后挺成语的 一番汁 嗯 对 哦 这就是 半汁 多一个 芽菜鸡 嗯 这个芽菜 嗯 这是河粉 要了一个菊花茶 哎 等一下 我先照个像 嗯 这时候来过这个 医保 吃了一下芽菜鸡 嗯 都给你了 不然的话 真的不知道 就错过了 嗯 嗯 嗯 可以 这个就是像 那个 叫白斩鸡啊 我做你的鸡 比较 比较 比较嫩 嗯 嗯 吃得到 嗯 好香 看一下这个 叫沙河粉 这个粉 比较火啊 也蛮有 也蛮有 口感的 劲道那种 我俩吃的话 差不多 整理点要换吃 因为我 饭量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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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他这个要蘸点这个料汁更好吃 味道不错 要嫩 对吧 嗯 土爸旺饼家 嗯 这个不像是90年代的KTV吗 这不是 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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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看一看 哦 这歌 多比 这算是 特产店 鸡仔饼 好有 好有 好有这个东南亚分隔的包装啊 这个 哎 我这吃饱了 我真的是 吃不动啊 这 多得很 这个 这点糕点 还有这个 哈哈 没有玩过 你们看一下 这里哦 排队哦 在这买豆花哦 在哪里排队 在这里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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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来一份豆腐花 一碗豆花在这里吃啊 哦在这里吃 在这里吃 好啊 在这个医保生活 哦 不要吃啊 老爷来到不吃豆花 哎呀 你要吃一下 你到底吃不吃啊 你到底中国的好吃 哦 哈哈哈 我不要讲华语啊 哈哈哈 我这个游客 他是本利人 哦 你中国哪里啊 四川 四川 好 四川你去过三次啊 哦 哎呦可以啊 九栽钩两次啊 九栽钩 哦 哦 那个大火哦 乐山大火 乐山大火 哦 这个 有机会再去 有机会再去 这个就是了 很好 对对对 我看一下这个豆花 它这就是 纯的这种 没有加什么佐料的这种 甜的 蛮好甜的 蛮香的 那应该就是 做这个豆花的时候就放的糖 里边就是甜的 挺不错挺不错 三块钱一碗很便宜的 齐芬豆腐花 只此一家 绝无分店 看好了啊 最有意思的是这里 这个店子很有意思 营业时间 早上十点半 到 主刀来玩 而且有机会可以过来 品尝一下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 您记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 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 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休息够了 我要准备出发了 先 我在槟城估计就 两三天吧 对 就两三天 不是星期一出发 就是星期二出发 反正我之前跟你说 好吧 我都是在这里 你在这儿 回去哪 反正反正 我就在这里开车过去 那里 你到那个反正 也就是三小时 我的话早上 我们反正几乎是早上一起走 差不多 你可能比我先到 不一定 我都说这里比较远吧 你槟城去比较近 我槟城去160 你180 你180 对 好 我就先走了 来保持联系 到时候水库 水库小岛见 行 走了啊 我因为我现在还有个167公里 才到槟城 我走了啊 吃了饭以后 我有得赶紧的出发 哇 吃的我好撑啊 欢迎大家到医保来溜达呀 你在这里啊 说中文就够了 50%的华人 这很舒服啊 这种感觉 直走 已经算是出城了 悠悠达达走吧 现在两点钟 160公里的话 以我的能力 四个小时搞定 三个半小时吧 槟城那边 华人也多得很 也基本上 估计占比50%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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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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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个本地人还是舒服呀 我们过两天还一块结伴去一个岛上玩呢 哇 好漂亮啊 冰城我来喽 好漂亮好漂亮 它这里还有 我这个车太重了 车太重了没停好 镜子居然给摔碎了 不能太得瑟 不能太得瑟 这边这个海水很浑 只能说是到岛上来看一看 哪有个小哥打招呼呢 哎呀 在这吹吹风也挺好的 刚好赶上了晚霞 总算是爬到了这个大桥的最高点了 我现在就一个后视镜 还好在这边开车呢 主要是靠右边这个后视镜 左边这个是辅助 我明天还得想办法 哎呀 悄念啊 还得搞个后视镜 三哥起摩托还是潇洒 下坡路 总算是跑完了 我现在准备去老城 在那边住下 那边比较有特色嘛 真的是造孽呀 这个少了个后视镜 想要朝左边道的话 全要靠 把头转过去 拿脑袋去看 这冰城真的可以呀 修的 挺干净的 我们这尽量的不朝左边道 或者是全靠这个脖子扭一下 摩托车骑出了自行车的感觉 我这好多车啊 这还有五公里就到客栈了 哇 总算是通畅了一点了 这四公里有得走啊 阿尔法 这车不错 坐起来肯定舒服 就是价格好贵啊 嗯 我还有1.4公里就到客栈了 到了到了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好了 就这一家 神社轻旅 神字的神 哦呦 别激动 别激动 再搞坏一个后视镜 明天一口气换脸 是不是 现在这个坡度有点问题 所以说我还是得要靠把这个车 撑起来 这样子就好了 8点8分 诶 门铃在哪呢 推 什么意思 门铃呢 你的名字 啊 嗯 自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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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自命力 我预定了一个床位 这个是你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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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很有意思 登记在那边 住在这边 哦 它两间 先看一下 哦 这个门 还有下床 这个是你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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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 我的妈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八人间 这个十八罗汉呢 这搞的 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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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一群欧洲人 挺有意思的 一晚上就 五十块钱人民币 我的这个 柜子是二十一号 应该是这个吧 啊对的 好了 好了 把我的行李拿过来 把这个东西都收拾好 放好 哇 骑一天摩托车真的好累啊 这 尤其是我这个车 这个车 就是 能力不足 全靠我心累 当然了 那个买好的摩托车 哎呀也危险 就是我这个摩托车吧 反正就是 只能跑个六十码啊 就能慢慢晃 反正我也心安理得 就在路边上慢慢晃悠 哎呦 好了 应该没问题了吧 这个 走了走了 明天再说 修修摩托车的事 洗了一个澡 哎呀好舒服 就骑车 骑一天摩托车 真的蛮累的 早上呢 是走了一百二十公里左右的 那种山路 还蛮累的 结果呢 下午我又走了一百六十多公里 就是 还不小心 没办法 因为我为了赶时间 我就上高速 而我那个摩托车呢 上高速我就走在最边边上 就稳稳稳稳稳 就是反正就是 处于一个 我一直 坚信自己是道路上最弱小的 所以说我就 在最边上 保持六十多码的时速 就一直走 槟城老街这边 搜了一家 我感觉还不错的店 想着赶紧再去吃个饭 还有个七百多米 那这边欧洲人蛮多的 我们那个清理全住的都是欧洲人 哇 真的是啊 我刚走两步一回头 居然发现天空是紫色的 哎哟 是景色可以 什么豆腐村客家沙堡酿豆腐 这就是我在网上搜的这家店 这价格 蛮美丽的 还是吃点猪肉吧 它随便一个砂锅都有 小份都有二十多块钱 如果说再点一个这个豆腐的话 麻婆豆腐要十六 嗯 然后再来一个米饭 就只有这样的吃了 哦对它这个酿豆腐好像说是它的特色 要不就来上一个黑豆尺酿豆腐 这就是酿豆腐 尝一下 嗯 豆腐有一块 还有一个丸子 一点藕 这是啥我也不知道 这边还点了一个 黄酒鸡 客家黄酒鸡 说这两个都是他家的 招牌菜 嗯 嗯 还没吃出来呢 这是啥东西 中间应该是肉 先尝一下这个 这个黄酒鸡 嗯 吃下饭吧 嗯 嗯 好 那来我来块豆腐尝一下 嗯 嗯 嗯 我看我明天得找一个 找一个找一家面条吃 看有没有拉面 兰州拉面那种的 因为我在提隆坡吃过兰州拉面 嗯 一点都不好吃 也不正宗 嗯 今天真的有点累 哦 就是藕 藕上面放的肉油炸了一下 嗯 嗯 这还好吃一点 嗯 嗯 嗯 啊 这样的话我就赶紧回去休息 今天有点累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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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se Rod 有流團 永遠 老婆人的流亂 到了到了 這是一個坐落在山上的 一個好大好大一個中國佛教寺廟 看一下極樂寺 真可以 停車費一元 極樂寺停車廠 一塊錢倒是不貴 這和人民幣一塊五毛錢 剛才有個朋友留言說 在馬來西亞停車的時候還是把頭盔收好 好頭盔容易丟 這不像胎鬼 還是得注意點 當然了在這個寺廟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我還是養成一下習慣吧 就在半山腰上 下邊就是冰城 這個寺廟現在在做外牆啊 這個寺廟是出現了 我還是有一個人的心 都會有一個人的心 是 有一個人的心 要不認真 是 是 有一個人的心 大學生 那是 有一個人的心 是 有一個人的心 會 有一個人的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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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同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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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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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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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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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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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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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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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